大家好,我是Stan 前NV成员米娜在兼职线上聊天工作时 遭到威胁诈骗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2月20号,米娜与一家新闻媒体采访中表示 自己被诈骗了1500万罕币 米娜对媒体表示 在网上搜索居家办公的时候 发现到兼职聊天工作 有男生创建聊天室等待的话 女生进那个聊天室后,开始聊天就可以了 而根据媒体报道,这种兼职聊天室 男性会员会送兼职的女性交做礼物的积分后 女性可以用这些积分兑换成现金 而米娜透过这个工作 一天就收到800万韩币的积分后 跟兼职公司申请了兑换 但是公司表示 如果要兑换的话,需要提高等级 并六次要求米娜汇款更多的钱 在这个过程中 米娜总共遭到了1500万韩币的诈骗 米娜接着表示 完全没有想到汇款后会拿不到我的钱 我真的很担心会拿不到兼职费用 更严重的是 该公司知道米娜是爱豆出身后 还利用米娜传送给男性会员的腿部照片 来威胁了米娜 甚至还表示 如果给公司其他两位AOA成员的照片的话 就会退还1500万韩币 也会删掉自己的照片 最后米娜表示 我决定接受采访 知道会收到网友们的批评 但是我希望不要再有受害者出现 目前这个案件警方已经开始调查 并查出除了米娜以外 也有其他受害者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已经是第几次遭到诈骗了 真的是有点问题 应该要接受治疗了 这种聊天室 最近的高中生也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兼职吧 每次都是不好的消息 真的感到很遗憾 活该 说实话 谁会传送自己的照片后赚钱呢 小时候度过练习生生活后 开始进入社会的人 有可能对这种事情很无知 所以觉得很遗憾 这世界没有工作量少 却能赚很多钱的人 如果有的话 就要不停的怀疑才可以 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后 我觉得 不能什么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只是觉得AOA成员们好可怜 不想同情他 忧郁症严重的话无法有正常的判断 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确认很多事情 希望大家不要乱猜测 对于米娜遭到诈骗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韩国论坛 收到很高人气的 Boys Plenty 九位练习生组合 孙昂彬 金居彬 韩尤俊 张浩 马景香 文正元 李正元 所以大家最喜欢的九位练习生组合 分别是谁呢 英国 文正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